金风香一年一度的红梨季系列活动要开跑了 这次结合早期部落传统生活 办理红梨花环编织以及比尼劳传统的美食近战 要藉由赛事呈现传统生活技艺 也让族人从中发挥巧思 创作属于自己的头饰和美食 红梨是金风香重要的农特产品 现在也正值红梨采收时节 因此金风香将在4月份办理一年一度的红梨季系列活动 今年则特别结合部落早期传统生活关系 举办红梨花环编织与比尼劳传统美食竞赛 也希望借此让族人了解自身排玩族文化 也能从中发挥创意 制作属于自己的头饰与美食 我们所推动的这些竞赛是跟我们的红梨 这个传统作物是息息相关的 过去在红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本身它是可以用来制作这个酒区 酒区用来做小米酒或是红梨酒 发酵用的这个药饮之外 那我们也会做这个红梨的饭团 红梨饭团 在这个红梨它没有成熟的 我们做采收的时候没成熟的部分 我们会拿来编织头花 这次红梨花环编织只有15组名额 而比尼烙传统美食则分为传统组与创新组 分别十对一对两人 从即日起就可以开始报名 金木香工作 欢迎有兴趣的族人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这张节金风香报道